哈囉大家好,我是龍胖 現在在我手上的就是Google最新在台灣推出的Pixel 6a手機 這款手機的定位就是一款平價的5G手機 它的售價是13,990元 在台灣總共推出三種顏色 黑色、白色、還有綠色 那我現在手上的是黑色的款式 這邊就簡單帶大家來開個箱 然後針對它的相機、性能還有電力也都做了簡單的測試 好,那麼你就馬上進入主題吧 首先看到這個就是Pixel 6a的盒裝 正面就是產品的型號還有手機的圖片 那圖片的部分也有對應到你所購買的顏色款式 跟Pixel 6跟Pixel 6 Pro的盒裝擺在一起 可以看到Pixel 6a它的包裝的尺寸是最小的 那這個自然也是對應了手機的機身尺寸 轉到背面可以看到有一些中文的警示標語 然後這邊有NCC的標誌 所以這個已經是台灣市售的版本了 好,那我們直接就把它開箱 這邊看到的就是全部的盒裝內容物 包括手機本體、OTG的轉接頭、 傳輸線、說明書、還有卡針 來看到Pixel 6a的手機本體 基本上它整體的設計風格還是沿襲了 Pixel 6家族一貫的設計語彙 現在畫面中由左至右呢 就是Pixel 6a、Pixel 6、Pixel 6 Pro 可以看到三款手機的尺寸 基本上就是小中大這樣子一路上來 然後正面的部分都是採用了置中挖孔的設計 不過在Pixel 6 Pro這邊它因為採用了雙曲面螢幕 所以在視覺上面它的邊框會比較細一點 那在Pixel 6跟Pixel 6a這邊 它就是相對比較平面的螢幕設計 它們都是三面等寬的邊框 那下邊框會比其他三面稍微再厚一點點 至於在背面的部分 另外三款手機也都是採用相同的設計方式 相機模組的部分有做一個帶狀的凸起 其中相機的部分最隆起的反而是中間的Pixel 6 然後接著是Pixel 6 Pro 那相機規格最入門的Pixel 6a 它的凸起程度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差不多1mm左右 好那我們講回Pixel 6a本身 Pixel 6a它是Pixel 6系列裡面尺寸最小的 加上它的重量只有178g 所以它的整體手感是相當的輕鬆 基本上它的單手操作性也都非常的好 使用起來的舒適度我覺得相當的棒 機身材質的部分正面是康年的大金星玻璃 不過只有第三代 算是比較舊的一個材料 在邊框的部分則是金屬材質 那背面的部分官方說是叫做複合材質 整機支援的IP67防水防塵 Pixel 6a的螢幕是6.1吋的OLED 解析度FHD+,支援螢幕下指紋辨識 不過它的更新率只有60Hz 不支援高更新率 自動挖孔的前鏡頭規格是800萬畫素F2.0 視野84度 這邊直接給大家看實拍的效果 機身頂部有個麥克風 卡槽的部分一樣是單卡的設計 如果要說門號的話要透過eSIM來達成 那它也不支援記憶卡擴充 機身右側是側鍵跟音量鍵 側鍵的部分預設是叫出Google助理 你可以到系統、手勢、滑到最下面 按住電源鍵這邊把長按啟動Google助理取消掉 這樣長按就會回到以前的關機選單 機身底部是麥克風、USB-C跟揚聲器 在Type-C的部分有支援18W的快充 不過剛剛有看到盒裝並沒有附贈充電器 那揚聲器的部分 Pixel 6a採用的是雙揚聲器的設計 一個在底部 另一個在聽筒的位置 接著轉到背面 剛剛有看過Pixel 6a基本上就是延續Pixel 6家族的設計與會 同樣是三段式的設計 中間有長桃窗的相機模組區塊 正重要則是印有Google G的字樣 再來相機的部分Pixel 6a配備了雙鏡頭 主鏡頭是1220萬畫素F1.7 支援PDF對焦跟OS光學防手震 另一顆則是1200萬畫素的超廣角鏡頭 視野114度 那這邊盼望一樣直接放樣張給大家參考 整體來說Pixel 6a的相機硬體規格雖然不是很亮眼 但是在搭配AI計算攝影之後 拍照的效果個人覺得還蠻不錯的 日拍的整個色彩表現非常的漂亮 夜拍的部分也同樣支援了夜視功能 兩顆鏡頭都可以套用 整體的表現我覺得也是非常的強大 這邊的夜拍樣張基本上都是開啟夜視模式來拍攝的 小小模式的表現個人也覺得蠻不錯的 拍攝的節奏很快 然後出來的這個虛化效果我覺得也非常的自然 接著來講效能的部分 Pixel 6a內建的是Google自製的Tensor處理器 記憶體是6GB的LPDDR5 儲存空間則是128GB的UFS 3.1 那在實際跑分方面 安兔兔 V9最高可以跑到70萬分以上 Geekbench的部分單核是1049分 多核是2789分 Vulkan的成績是7322分 在3DMark的部分 WireLife Extreme它的成績是2050分 整體來說在性能方面 Pixel 6a就是中等的水準 那在穩定性方面 首先是使用3DMark的WireLife Extreme的壓力測試 來進行24的連續跑分 可以看到最佳成績是2076分 最低成績則是795分 整體的穩定度只有38.3% 這顯示在一段時間運作之後 它的性能衰減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這方面胖胖同樣使用原神來做測試 畫質設定到最高 上限設定到60幀 在連續遊戲20分鐘之後 平均幀數是35FPS 那進一步觀察圖表的話 前3分鐘的平均還有接近50FPS的表現 之後的一段時間就會在30-35FPS左右來徘徊 測試到11分半的時候又會再掉一次 平均剩下20幾接近30幀的表現 那這個結果跟剛剛的3DMark壓力測試差不多 不過當然這個測試它的負載會比較高一點 實際上如果你要用Pixel 6a玩原神的話 依照系統建議把畫質設定在中檔的水準 這樣應該可以比較長時間的維持在30幀左右 沒有問題 那在原神測試的同時也順便測量了一下溫度 首先在手感方面 即便是像剛剛那樣玩了20分鐘的原神 拿起來其實也不會說燙的太誇張 實際使用熱象儀來測量的話 可以看到最熱的部分大概是背面的差不多右上角的位置 溫度的話大概就是在45-48度之間 正面的部分最熱的點大概也就是那個相對的位置 溫度的話也是跟背面差不多 所以在玩遊戲的時候你持握手機最好就是避開這一塊 最後來看到電力的部分 Pixel 6a的電池容量是4306mAh 使用PCMark工作2.0來進行電力測試 測得的成績是11個小時又40分 可能因為螢幕尺寸比較小加上沒有高更新率 所以整體的電力表現還算是不錯 好那以上就是Pixel 6a的開箱還有簡單的測試 整體來說我覺得這是一款用起來還蠻舒服的手機 無論是持握手感、操作流暢度 或者是相機拍照的效果 我覺得都有水準以上的表現 性能的部分雖然也不到頂尖 但是基本也都夠用 不過老實說Pixel 6a還是有一些比較尷尬的點 目前如果上網去查一下的話 Pixel 6的一個價格基本上已經跟Pixel 6a相當的接近 大概就是差個兩三千塊這樣子 那在這個差異之下除非你的預算非常的緊 或者是你就是想要Pixel 6a這種小手機 不然如果以規格上面來講的話 Pixel 6會全面的比Pixel 6a更好 包括更好的相機、更大的螢幕、更大的記憶體、更大的電池 還支援無線充電 房屋等級也來到了IP68 總之整體來說就是勝過Pixel 6a 那不知道大家在Pixel 6跟Pixel 6a之間會怎麼選擇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說說你的看法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也歡迎幫忙按讚訂閱、分享以及開啟小鈴鐺 我的胖胖我們下次見 掰掰